成立时间将近两个月的正义国小棒球队 因为缺少经费 队上的球员装备不足 三重一天宫特别捐赠了10万元 帮助球员购买基本的装备 让他们能够安心参加比赛 今年三月才成军的正义国小棒球队 因为队上缺少经费 能够让这些小小球员购买装备 一天宫主委经由学校家长会 得知这件事之后 就向管委会争取以庙方的名义 捐赠10万元的经费 我们委员会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乐意来帮助我们正义国小 来成立这个棒球队 一些经费 表示我们一天宫 一点小小的诚意 来帮助他们成立这个棒球队 那卓助委很毅然的就听到我们的简报完之后 就决定要来赞助我们学校的棒球队的小朋友 所以今天棒球队小朋友身上所穿的衣服 跟那个背包还有鞋子 都是由一天空所赞助的 我也希望小朋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下 日后能够快乐地打球 也希望能够为我们新北市争取好的成绩 这次校方将所获得的经费 让棒球队购买全新的球衣球鞋与装备袋等棒球用具 拿到装备的小朋友也表示非常感谢一天宫的捐助 让他们有基本的装备可以参加比赛 谢谢你们捐赠我们心肺来赞助我们学校的器材那些用具 那你有没有想要就是打出什么成绩这样 全国前八强 谢谢一天空捐赠给我们的球衣 然后钉鞋包包 谢谢你们 成立时间才短短一个多月的正义棒球队 每周利用4天的早自休及下午课后时间练习 5月他们将参加新北市举办的周末杯比赛 队员都希望能够夺得好成绩 记者蔡正弦苏宏杰三重采访报导